女人等公交车的时候 会一直流出洋水 路人看到她的样子 会忍不住哈哈大笑 公司洗手池没位置的时候 同事们就会用女人的洋水洗手 上班的时候 她也会时不时地流出洋水 同事们都热心地上前帮助 他们都劝女人还是把孩子生下来 原来 为了保住工作 女人只能忍着不生孩子 然而这么一年 女人就足足忍了40年 她也从25岁的妙龄上 变成了65岁的大妈 终于到退休的年纪 女人可以安心生孩子了 在医院里 女人痛苦地哀嚎着 一个200斤的大妇 女人痛快慢慢地生出来 原来在妈妈的肚子里 孩子也在茁壮成长 不过不幸的是 她当初生就要陪妈妈去养老院